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荤蔬搭配的糖 我们用冬瓜 番茄 扁尖笋 那个扁尖笋很咸 用两三根就好了 如果汤少 笋多 最好放清水里泡一会 再有就是猪肉米 碎肉我们先放一些水 调味先 盐 糖 料酒 少许淀粉 葱花 搅到它出粘性 味道最好咸一点 因为等会在汤里煮 会变淡 搅出粘性 放置一边带用 冬瓜去皮去囊 切成薄片 那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可以切得更薄 扁尖笋有老根的话去掉 切成小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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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好所有准备工作 开火 手 扁尖笋 冬瓜先下 不需要起油锅 加水 煮到冬瓜 半熟 再放番茄 这锅汤再开后我们就串肉完整 准备一把勺子一点清水 肉圆做小小的 这样比较容易熟 做成这个形状就直接串到汤里面 火无需太闷 这样滚着就好 全部做好以后滚水里滚个五六分钟 这道汤就完成了 那如果有朋友吃全素的话 肉丸子就可以省掉了 这样更省力 但是工序会有一点差别 番茄要另起油锅 放下葱花油里煸炒一下 再放到半熟的冬瓜糖里面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